你好 歡迎收看熊財戰略 今天大盤是在美國股市帶領之下 開高走高 震盪上漲了246點 指數出現一根中長黑 這個中長紅 這個中長紅它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行情的底部已經到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根的中長紅是國際股市帶上來的 外資也在今天翻空為多做一個買進 這一根中長紅要特別注意到 如果說近期這幾天 這個中長紅的低點沒有被跌破的話 這一次的回檔有可能這裡就是一個最低點 有可能這裡就是最低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我說這一次的回檔 以這一波的一個強勢的回檔 這一波從15000點這個地方 漲到17346點 這個地方漲上去過程裡面 它回檔0.382嘛 0.382就是在16500點到16600到16500 我講過了 回檔大概是這個位置區 這個另外20區是一個回檔0.382的位置 這個位置基本上在這個什麼 7月7號有碰到 因為7月7號到16593嘛 它有碰到 所以這兩天就在觀察它的走勢 那我昨天有講 如果它再破這個低點的話 那最後它還會再回測這個缺口區 但是它沒有再破低點了 它今天就開高走高拉上去 所以基本上這個低點有可能是 這一波拉回的一個最低點 要嘛就是相對的低點 第一個它回到0.382的位置 回到我跟大家講的支撐區的位置 第二個我們再來看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看一下 這個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這個地方你看到 道琼它已經回到它前波低點了 而且它出現一根中長紅 這裡類似出現一個止跌的訊號 因為它從底部 道琼沒有漲很多 它漲的幅度並不大 所以它這裡它回檔1.2的位置 它上去遇到前波高點 它要打下來 又回到這個前波低點 這個地方有可能是一個低點 這個地方有可能打出兩個角 有可能打出兩隻角 那你再看一下NASDA NASDA這個地方都沒有破月線 NASDA更強 也就是說如果NASDA這個地方 沒有破月線的話 那我認為台股的低點 大概已經到了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可能是拉回這一次的最低點 所以就觀察這根長紅棒的低點 這幾天有沒有再跌破 沒有再跌破的話 基本上我認為這個地方就是最低點 如果被跌破呢 如果被跌破的話 我認為這個缺口自身還是很強 低點也不會太多了 所以這個地方操作 你還是要偏多操作 因為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這個行情 你千萬不能用小鼻子小眼睛來看它 我跟你講說會創新高 操作策略現在要 未來會創新高的股票 第二個剛起漲的股票 第三個拉回有支撐的股票 這邊我們重心是鎖定在 未來會創新高的股票 因為這種股票才是真正的強勢股 跟主流股 你來看一下 這幾天在這個大環拉回的過程裡面 在這個大環拉回的過程裡面 大家都沒有什麼信心 有很多人看了很多節目 都覺得這個行情已經破了月線 應該還要再往下跌 甚至有人跟你講說 這個就是空投的開始 這裡在盤頭了 然後這個行情還要再一直往下跌 那我跟大家講 你要選擇未來會創新高的股票 我7月7號跟你講 圍影 它是大型資料的雲端中心 我跟你講說籌碼相當的穩定 這個投信都在大買 有沒有 我說外資在大賣沒有錯 但是投信都在大買 我說土洋對著 如果你要看投信還是看外資 我都交給大家看過了 我教你怎麼看 我說你要看投信 我說投信持續大買 所以在投信大買的情況之下 它都沒有賣嘛 所以你籌碼相當穩定 所以我跟你講 它去年賺81塊錢 今年可能會賺更多 所以我告訴你 你賺一賺還要創新高 我跟你講說未來會創新高的股票嘛 就是你要佈局未來會創新高的股票嘛 在這裡跟你講說未來會創新高的股票 很多人不相信 大家都覺得說盤還要在盤很像沒有止跌 還要再往下跌啊 陳老師說要佈局未來會創新高的股票 大家都半信半疑 結果你看7月7號跟你講 7月10號漲40塊上去 7月11號 今天7月11號漲105 有沒有創新高 是不是創新高 所以要怎麼賺錢 就是它還沒有創新高之間去買就賺錢了嘛 因為它今天大漲了105塊嘛 對不對 一張就都賺了十幾萬了 那這種高價股你會覺得說 老師這高價股你沒辦法買 那我們來看一檔低價股嘛 中低價位的股票嘛 來 我們看一下這檔個股偽創 我在5月19號跟你講 這檔個股在50塊錢 到53塊錢告訴你這個會大漲 AI伺服器的 漲到了88幾塊錢 我告訴你這個還會再往上漲 漲到了100多塊錢了 有沒有看到 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AI伺服器已經漲這麼多了 流那個上影線了 要下來了 我告訴你什麼 量價沒有失控 我告訴你這裡有個缺口 我說缺口沒有補 它會不會創新高 利手自身不破 則將再創新高 7月7號跟你講 7月7號在這裡 這根7月7號 你現在不要看這個盤長上去 你不要看這個盤長上去 這個地方你會 你敢做多嗎 我跟你講 偽創會創新高 你相信嗎 今天7月11號 是不是再創新高 我說為什麼要請你來跟著我來操作 因為你這個地方沒有一個什麼 沒有一個領航員帶你 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災怎麼做 漲的時候你看漲 跌的時候你看跌 你完全沒有方向 所以我為什麼告訴你 你需要領航專家 來帶你度過這個風暴 邁向獲利 我跟你講獲利三部曲 預告 印證 賺錢 對不對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說 哪些股票 我們的目前操作三個策略 第一個就是主軸是放在什麼 未來會創新高的股票 我預告跟你是哪些股票會創新高 你今天是不是看到印證 那你是不是應該賺到錢 這讓你看 下一檔個股我們再看一下 是不是都是我在 之前在節目上跟你講的 2368金像電 我們在5月24號告訴你這檔個股 逢低要承接 逢低要佈局 它後面會大漲 它做伺服器的PCB 我也跟大家講說 AI伺服器跟一般通用伺服器不一樣 AI伺服器呢 它的這個所謂的PCB板是多層板 所以這個產值會增加到10倍以上 所以我就跟你講過這種金像電 伺服器的PCB板 它會大幅度往上成長 所以這檔個股列為我們的一個核心持股 到629號漲到139塊錢 這個地方在做震盪 我告訴你震盪完後面還會再往上漲 這邊629號 6月30號是不是上去了 7月3號再大漲7塊錢 7月10號再漲 對不對 那7月10號我跟你講什麼 我告訴你即將再創新高 今天7月11號再大漲8塊錢 有沒有創新高 有沒有創新高 大環在這個地方往下跌 我跟你講我的股票會創新高 我說你會看到 我說我現在大盲在網架 我現在跟你講你已經半信半疑 甚至你會不相信 我說那沒有關係 我說以後你會看到 我一直告訴你 我的節目就是會預告 我會預告告訴你什麼股票 我們看好的股票 我們佈局的股票 未來會創新高 未來會大漲 我先預告給你知道 我不是說 等到股票漲停板 再拿出來跟你講 我們今天股票漲停板 我不做這種事情 我先預告告訴你 那我也知道很多人 在這個盤往下跌的過程裡面 並不相信 或者是半信半疑 我說那都沒有關係 我說你會看到 你後面會看到 我只希望你看到的時候 我希望你印證到的時候 你有賺到錢 所以我為什麼我前面要先預告 因為我要告訴你 獲利三部曲 這是一連貫的一個動作 如果我預告是對的 印證也對的 那後面你應該是賺到錢的 對不對 所以我為什麼要邀請你 來跟我一起來賺錢 那另外一檔 小標股你來看一下 這檔個股布局了 將近半個月的時間 我告訴你這檔個股 是海南有斷線的風險 太空中心說 台灣需要120顆低軌衛星 才能確保24小時通訊 那我跟大家講 大家都要炒軍工股啊 如果台灣被封鎖 被圍起來的時候 大家都想說軍工股 我告訴你軍工股有什麼用 你被圍起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 重點是這個衛星啊 台灣的通訊啊 台灣的通訊才是關鍵啊 你知道這次烏克蘭 為什麼這次打 跟這個俄羅斯打 為什麼烏克蘭這波 這波會比較勝利 會比較 除了歐美的這個軍事武器 一直不斷支援以外 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通訊是沒有斷掉的 你看俄羅斯他第一個就先把 烏克蘭的通訊先把它弄斷掉 機場的啦 鐵路的啦 都把它弄斷 讓你不能通訊 但是呢 馬斯克呢 用那個敵軌衛星來幫助烏克蘭 所以他們的什麼 烏克蘭就有敵軌衛星嘛 有敵軌衛星完以後呢 他們通訊就可以用 就會恢復正常 就可以來打仗 所以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是 我們通訊被人家截斷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未來是需要 120顆低軌衛星的 那120顆低軌衛星 那哪一支股票有機會受到匯 我跟你講不是軍工股 我跟你講是首先 在這一波先拿到衛星執照的公司 你知道上次上的公司 哪一家先拿到執照嗎 這家公司 而且這家公司是 它已經拿到衛星執照了 而且它是台灣唯一覆蓋 全球衛星網路的通訊商 我跟你講過 我說大陸還沒有做到 日本還沒有做到 台灣做到了 就這家公司 所以你看我們佈局完之後 第一根漲停 第二根漲停 那你會問說 老師為什麼要佈局 要等到快半個月才開始發動 第一個我又不是主力 我不可能說今天佈局 我還要明天敢拉漲停 第二個為什麼要先佈局 因為你不先佈局的話 我請問一下投資朋友 你買得到嗎 你買得到嗎 直接開盤又拉漲停板 你買得到嗎 你買不到 所以第一個漲停你賺不到 第二個漲停你也賺不到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提前佈局 所以後面這個行情我跟大家講 你會看到的 我跟你講你會看到的 預告 你會看到印證 我跟你講會創新高的股票 後面就是後面創新高 那創新高後面就是賺錢 所以我邀請你一起來賺錢 趕快跟上甲步 這個行情我認為 這個行情我已經在節目上跟大家講過 我說這個行情沒有走完 這裡我認為這只是一個修正坡而已 這裡還是多方式 這裡只是修正坡而已 這個修正坡就像我在節目上告訴你的 你要利用這個拉回的時候去逢低買進 未來會創新高的股票 你看我的股票一檔一檔 個股在往上面漲 在創新高啊 創新高就創新高漲停板了漲停板了 如果這個大盤這個拉回你不敢去買 我請問投資朋友 你要創新高的時候去追嗎 你要等到有一天 他又上去了 老師講的沒有錯 真的又上去了 然後你等到這個創新高你會去追嗎 跟上甲步好不好 我邀請你一起來賺錢 先休息啊 進完廣告以後我們再回到現場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那麼進入一個現在一個新的時代裡面 投資朋友可能要有一些新的觀念 因為有些觀念它已經落實了 就是它已經落伍了 它沒有辦法幫助你在這個市場裡面 真正賺到大錢 我跟大家講 這個我跟大家講的東西 基本上你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你思考一下 這個天道酬勤已經落伍了 為什麼說天道酬勤已經落伍了 天道酬勤就是說你一個人越努力的話 天道就是老天爺會幫助你 幫助努力的人 你越努力的話你會得到更多 以前是農業時代基本上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所以你只要有付出努力去耕耘的話 你一定會有更多的收穫 以前的時代是這樣子沒有錯 但是現在你有沒有發現到 為什麼很多投資人花了很多時間 很努力的研究了大盤 研究了股票 看了很多的節目 看了很多的老師 到後面那麼努力到後面還是沒賺錢 因為天道酬勤已經落伍了 你要利用的是槓桿 現在利用的是槓桿 什麼是槓桿 你要善用他人的技術 專業跟資金 這才是致富的關鍵 包括像是你看這一次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上市上貴的公司 它為什麼要上市上貴 它可以取得 因為它要取得投資人的資金 它取得投資人資金以後它可以擴廠 它可以花錢請更專業的人 來幫公司的什麼品質往上做提升 所以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 這個世界已經變成說 你要去善用別人的專業 善用別人的技術 善用別人的資金 來幫自己創造自己的一個財富 你如果越早去懂得這一塊的話 你會越早翻身 如果你不懂你還是認為說 要天道酬勤 要很努力很努力 你一發現有人努力十幾年二十年 你還是沒辦法賺錢啊 你看我的會員朋友 你看我的會員朋友 他都懂得利用什麼 利用槓桿 他要什麼 他要善用我們的技術 善用我們的專業 那我們股票漲停板 他可以賺漲停啊 那股票創新高他可以賺錢 不是嗎 所以這句話你一定要知道 很多東西我自己思考了半天 我發現到整個時代已經在改變了 如果還是用舊的思維 很難讓自己去突破 你自己好好思考 看我講的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 還有什麼股票會創新高 我在6月30號跟你講 先進封裝產能滿載 倍數成長 我告訴你這個拉回 這邊震盪洗一洗後面會創新高 我跟你講說這500塊嘛 543 500塊嘛 對不對 6月30號到7月10號 你會發現到他已經漲到575了 560 他到這裡做震盪 我昨天還跟你講他為什麼在震盪 因為他要把這邊的洗掉 這邊不是有高檔開高總計殺下來 他套了一大堆籌碼嘛 這裡套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工作上去到這個地方 他一定會震盪 他一定會震盪 會把這裡的人 把這裡的籌碼洗掉 因為這裡套了已經套了將近快一個月了 好不容易又回到這個高點他會想賣 他會想要賣 他一賣就會開始慢慢拉回 那他會覺得說這個地方套那麼久了 我現在回到我成本區 我賣出去完以後 疊下來我賣對了 你只是賣對短期 你是賣對沒有錯 但是後面會創新高 你會發現到你在這裡賣 你在這裡賣都是賣錯的 因為後面會創新高 7月10號18塊 7月11號34塊 今天收609 這個高點在612快要過去了 昨天我就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要問我 他到底會不會創新高 我昨天已經跟你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明確 我不會閃躲 我不會講如果或許怎麼樣 我直接跟你講明確的答案 我直接預告 我告訴你他就是會創新高 跟當時我在講這個窗戶一樣啊 窗戶我跟你講這個會創新高 他創新高到沒有 我說我跟你講的東西 基本上你會看 你會看到說 我跟其他老師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都跟你先預告嘛 我不會拿事後的漲停板跟你講說 我們又賺漲停了 我會先跟你預告嘛 預告我告訴你我看好的股票 我們手上的持股 這些股票呢後面會創新高 我等你來印證嘛 印證你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能夠賺錢 你看電視人 基本上你只有這兩樣而已嘛 大部分都沒有做到第三樣 因為你沒有我的資訊 你不知道該怎麼樣買進賣出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過 如果說你看節目去買股票 如果你有賺錢 那請你自己賣掉 你有賺你自己賣 因為你沒有我的資訊 我沒有辦法帶你賣 我沒辦法帶你買進 沒辦法帶你賣出 那可能我們賣掉你還在抱著 變成說你本來賺錢變成賠錢 或者有些股票我可能看錯了 我們在設停損 你也沒有設好停損點 因為我們的策略是大賺小賠嘛 對不對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為什麼邀請你來跟我一起來賺錢 好 那你看 這檔個股我預估它會創新高 你就等著看 你就等著看 但是如果你是想賺錢的 你就不要看了 你就跟著我一起來賺 那這檔個股呢 星宇也是同樣先進封裝設備 所以我認為也是一樣 會跟著創新高上去 那我昨天跟你講這個情城 我說它這個地方有個跳往缺口 它拉回都一點點而已 像這種拉回一點點很容易創新高 那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這種股票拉回只會一點點 因為主力沒有賣嘛 我講過了嘛 主力沒有賣嘛 主力為什麼不賣 因為它認為還有高點啊 這個快創新高了 快創新高了 我說你以後會看到 我們一檔一檔各有創新高 包一下你看這個新材料 電子新技術電子印刷的 7月7號 7月10號 7月11號 這些全部都是我事前跟你講的 你都有印證到 現在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步 就是你要用行動來賺錢 你要善用他人的技術 他人的專業 他人的資金 致富的關鍵 把握機會跟上腳步 邀請你一起來賺錢 祝大家操作順利 整個分析 對付最好的 Joyce 建議 本部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證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